每天都會停一個小時到1.5小時 然後他們下來就停車在這邊下來之後 然後他們可能就往龍山寺 逛了一下之後就往龍山寺夜市 他們並不會就是因為他們只有1.5個小時 他們不會走到歷史波底到這個 所以其實這一區比較少觀光客人走來 就是讓我們先去發現 然後他們反而就是只有停在這個地方 然後下面就是因為這個區域 我們用這個街道形式的變化 因為想看這區域到底有時候重大的一個感點 反而就是其實在那個龍山寺附近 其實從早起到現在 在民火的時候就已經差不多變形 然後主要變化變大就是可道的變化 然後跟第五組的那個 就是他們邊邊照落的那個建造 接下來是遭通分的部分 就是他的公車啊其實會從這個捷運 捷運單量進步 然後他還會向調查區 這樣做一個圍權式的移動 然後呢我們有找到一個是 台北市叫做萬事工程處 他做的流量調查 然後他在這個計畫裡面的流量調查 總共有總共在我們經濟內 總共有7個裡面 然後呢我們有在那個中華路 和南地圖的路口做了一個做了一個影片的拍攝 然後呢我們是希望可以用那個影片 然後來來考證他這個這個資料 他的正確性 就是可以可以從影片當中去看到他那個車種的分布 他有這個交通量的計算 然後希望可以從這樣資本 以資料的可信 就是這樣 然後在學校的分析呢 就是 老師有問 跟其中文都有問說 早餐店的分數大概有什麼樣的分析 有沒有 就是老中國小的話 他早餐店是集中在這個地方 他就是在那個天橋的復集 因為他們上學有規定 校圖有規定說一定要走天橋 所以他們都不會 所以早餐店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合併在這個地方 然後龍三國中的早餐店復集 他不是集中在學校復集 因為在這個地方是和平醫院 大部分的早餐店都是在復集院的後裏 學校出入口的位置 就是他們上方學的時候 老中國小這個是大門口 然後這個是側門 然後龍三國中這個是大門口 這個是側門 龍三國中的側門有點小 就是那種點的那個 車牆的那種路口 然後他們 我們可以看到 國小他放學的時候 會從大門口 因為大家下場接收在這個地方 紅色的是車流的方向 然後藍色就是他們移動的路徑 然後龍三國中 他這個上方是移動的路徑 因為在這邊也有一個天橋 所以他們會這樣子走 然後 然後捷運站就是在 在那個 合併院合併院 然後市場 市場的部分 我們也有照的一些影片 就是他們在那個 營業時間的那個 尖峰期的 觀察這樣子 我們要訪問一下 他大概 開市的時間在早上休點 然後關鍵的時間 夏天的話 是在12點的時候 冬天是在下午大概1點半 最晚的話 2點這邊就會出不動關心了 人潮最拒絕的地方 大概是 9點多 10點多的時候 就會 就是送完小朋友上學之後 然後就去做到市場 之類的 然後我們在捷運站的觀測方面 就是公園早上8點4左右 就有很多人 聚集在那邊 然後觀光課大部分都會靠著 就是觀光手冊 他們會拿著手冊去各個地點 就是參觀這樣子 就是這地方主要的旅遊方式 然後 最後我們要介紹 還有請問的音聲 時間還沒到5分鐘 哈哈哈哈 我再有提示 我們最後總結 這個部分讓我們講這個部分 好 常鎖精神呢 我們把它 為了類為集結 就給客人參考 就是其實鳥接啊 在我們訪談的過程裡面 那個禮長也有說 會有那個 就是放生 可是你卻有 卻有圍道的行為 這樣子 就是放生 你放出去它也是 死亡 你沒有活得好好的 然後 這也是一個 我們 管管研究那個 場所精神 會有一個 能量流的轉變 這也是一個 欸 跟大家不一樣的方向 你知道嗎 然後 他們 運動場所 不一定會在 我們 祝記的公園 因為他們可能會 跑遠一點到 清典公園啊 或者是 中正清典堂 因為他們說 老人就是 就是要到處走 遊民的來源 其實在這個地方 遊民那麼多 是因為 從 古早 愛愛院的 時代 就有 就有這樣子的文化 所以 所以 他其實 在這個地方 我們思考的 也是 他這個 愛心的 善良風氣 是不是 就是 因為這個地方 繼承了 這樣子的行程 所以他才會在 這邊 狙擊 然後 發放他們 所謂的愛心 這也是 我們後續 可以思考的部分 還有 還有 這個 我們 訪灘 有提到的時候 他有說 這個地方的 看法都是 外地的 這樣子 還有就是 剛剛提到 在老松阻公園 附近 會有 是那個 茶辣器 嘛 這個是他有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風氣 然後 在地 所以他才會造成說 欸 他這個地方的 常常有沒有 那種小偷啊 進去 進去民宅裡面偷東西 然後就在路邊嘛 因為我們從哪 然後 在這個地方居民 有這樣子的困難 還有 還有就是 那個 伊藏我特別想要說 他的龍山 國中是 當地 大家都 非常想要去念的學校 所以 這個地方 我們就都把它歸類為 就是 他是一個 雪崩一樣 然後大家都很想去的 那種 去念的 名校 會有那種名校的 名校的 很榮譽感染 我覺得這也是 藏所精神的部分 好 我們解放到這一次 謝謝 這個影片是那個 台北市政府 去拍攝 就是 在地的在這邊拍攝 然後 然後 這個是青草巷的 我介紹一下這個 他這個 裡面它是說 那個 就是 三峽 或是 三峽 就是 海青草的人 是 三峽那邊的 老婆 就是這樣子 然後 會 遇到青草巷 那個 那是 那是青草巷 然後 他 他 他後面也有 訪談 或是 講一些賽事的 語詞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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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 影片有一點 然後 我其實覺得 他這個 拍得很結實 就是 可能 開了以後 大家會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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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們拍的 我們拍的 因為他 都 都還滿 頂著 就是 有一些 場所流動 那種 對 基本上 我覺得我們這一組 就是 主要的 那個 場所精神 應該是 一個是 以龍山市為中心 然後 往外延伸的 然後 包括旁邊的 就是青草巷 以及 豐甲公園的 然後 還有 湯米 以及 國劇街的 部分 這個是國劇街 這邊就是有表現出 就是他 街上有一些 就是國劇的 就是 鋪面 然後 以及 就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青草巷的部分 因為 呃 許多民眾都會到 就是青草巷去拜拜 然後 就是只能 然後就是 會到隔壁的街 然後去抓 然後 我覺得 這是我們這邊的 精神的部分 然後 就是 這個 柴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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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 北東街上 也是有分布一些 那它主要的 就是 源頭 大概就是 當初 那個 國軍打敗上之後 就有很多 就是經濟 比較 怎麼講 比較 蕭條 然後就是很多 然後販賣一些 軍用品 然後衍生到後來 很多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 遊民 然後就會來這邊 販賣東西 然後 然後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第四個 是陝西城市的部分 也因為龍山市 有很多就是虔誠的民眾 所以他會 就是來送東西 然後給那些遊民吃 然後就是會讓很多遊民 然後即使他沒有工作 他待在這邊 還是能夠生活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呃我們觀察 蒙甲 除了龍山市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 我們觀察到的是 那個 有關旺華這邊的 場民文化 那 因為 蒙甲公園 它每到下午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 就是老人聚集在一起 那 因為我們也不太敢 就是很近的靠近它 然後 你知道他們 我知道蒙甲公園的附近 周遭就是 開設了許多 六合彩的小店 就是千篤的中心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 西里遊民會暫時居住的一個 原因 因為他有可能 因為六合彩 然後一戲就八彩 然後就是 在蒙甲公園 就是有很多的不可 這樣子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是那個 老雙公園掌聲 然後 民眾就是 運動的狀況 我剛剛 說 我現在 說 我 說 我 這麼說 我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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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我 說 我們 說 說 就是夾带有外,然后再帮带 以及就是在后面就是会有一些妈妈 然后带你说一些,不知道这种态度 就是下午在冯甲公园就是大家都在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名牌会中大奖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在屋上有难到一个就是自治会的市场 三权市场自治会的会 那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回过来这边,然后去用紙箱,然后就在一个小桌子 然后在那边卖名牌 然后就是在这边的剧景主要就是在讨论六合彩的部分 那在另外一边,很多导致都是在下棋,然后展开 然后在场上